欢迎订阅 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孝敌之道 那一部分是君子行医 那因为 大家应该有课本吗 对 但是课本拿出来 因为有时候字比较远 然后即便我们的课本 已经是伦比的选读 我们今天是从课本再选读 因为没办法一张一张讲 时间太有限了 好 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章 就是应该也是大家课本的第一章 就是其为人也孝敌 117 117 117 好 那为了让大家有参与感 不如第一章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读一下 好 来 有子言其为人也孝敌 和好幻传者心 无好幻传者 和好作乱者 为之永远 禁止无本 能力而道生 效益给者 其为人之等一 好 谢谢 在论语里头我们发现 只有三位被称为什么子 一位当然就是孔子 子渊 那一位呢就是真子 那还有一位呢就是游子 那游子何许人也啊 我们在论语里头好像就只有看到 这101章就是游子渊 怎么这么伟大 真为子呢 原来游子他就是孔老夫子弟子呢 这个姓有名弱 那就有弱 那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子呢 因为他的长相 据说很像孔老夫子 然后在孔老夫子归空 成道之后 弟子们呢 失念 失念孔老夫子 所以看到这个同学 长得像老师 你就称他为游子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边讲 游子貌似孔老夫子 夫子逝世后呢 弟子失目 失目老师 所以就伺候这个游子 有如夫子一样 呼称游子 那游子就讲了这么一章 也是大家 也是算是名句 我们几乎都会读到的 就学乐篇的第二 这也是学乐篇的第二章 第一章就是学乐实习之门 第二章是游子 其为人也孝涕 就是说一个人 他如果既孝且涕 孝就孝顺 孝就是有爱兄弟 其为人也孝涕 而号犯上者 但是一个孝孝的人 他又会喜欢犯上 什么是上呢 上就是长辈 那长辈在家里既然他孝顺 他当然是孝顺父母 总会犯上 所以在这里 上就是指家庭以外的长辈 那一个人如果孝涕 然后他又喜欢冒犯长辈 可以说是冒犯长上的话 那嫌疑 这种人是很少 这种人是很少的 那光是这样讲 大家还不能领受那个深入的感觉 后学特别引用这个福墨真经 大家如果有读福墨真经 应该不陌生 爱谦不悟静静不慢 爱尽世卿得教百姓 爱谦不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对自己的父母亲有爱 对爱自己的父母的话 他就不会讨厌人 那个恶念物 因为父母亲也是人 你能够对父母真的有爱 而不是表面功夫 你自然就不敢讨厌人 这个是 所以孝涕也只有其为人之本鱼 就是他就是一个德性的根本 那人对这个世界应该要有爱 那这个爱最原始的出发来自哪里 来自一个baby 他出生以后 他知道爱他的父母 所以为什么说family 叫做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就是f f a father a and m就是mother i ly I love you 所以一个人的爱 应该是来自对父母 那种刚开始的人 那个就是人 那个就是慈悲的开端 所以呢 一个爱父母亲 爱父母亲的人 他不敢讨厌人 那一个尊敬父母亲的人 不敢怠慢于人 怠慢就是怠慢 骄傲 讲一句讲白了 讲一句台语就很苦的 很苦的 不太爱女人那样子 那一个敬父母亲的人 他不敢怠慢于人 那爱敬世亲 所以古时候的有德的那个 那个国君 他是怎么样教化百姓呢 他就是自己爱敬自己的父母亲 然后也教化百姓 爱敬自己的父母亲 就这样子 整个百姓都被他叫得好好的 为什么因为 只要爱自己的父母亲 就不敢讨厌人 敬自己的父母亲 父母亲就不敢怠慢于人 不敢怠慢于人 所以这样子的话 民风就淳朴了 民风就淳朴了 大家就互敬互量 更遑论说会去诈骗 会去杀井 那些事这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了 所以古时候的有道的明君 他就是这么样的简单 他就是启发大家对父母亲的那个真正的爱跟敬 然后整个社会就国治而天下平了 所以爱敬世卿得教百姓 所以一个人他如果孝季的话 你们这个人会犯上这不可能的事情 嫌疑的不可能 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 那一个不喜欢冒犯掌上的人 他却会在这个社会要作乱的话 这个更是impossible 为之有也更是impossible 所以呢君子 君子他所从事的物 物就是他专精 专精 比如说物农 农夫他专心物农 专心工作 那学生呢专心读书 所以物就是专心 所以一个君子呢 他只是专心修自己的根本 那本力到就生了 就好像一株植物 植物他的根不好的 就自然之业就繁茂了 那人呢他修他的根本呢 到就生了 那人的根本是什么呢 孝涕也者其为人之本于愿 这个字念二生愚 愚尾注词无意义 所以孝涕这两个字呢 可以说是一个人的那个 慈悲心的根本 那这边是祝杰祥 本什么是本呢 因为人从父母而生 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 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 人从父母而生 而赖兄长而立 后学跟我姐姐虽然只差三岁 但是在他 在后学代小一的时候 他已经是小四了 然后我是记得 我那个算术我都问他 我都问他 然后我们家有个黑板 大概就这样 然后我那个时候 印象还清清楚楚 这个黑板挂这样 我大概头都只到这里而已 然后他大概到这里 然后他每次在那边教 教什么 然后我就在那边搞不太懂 然后他觉得说我好笨 这个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印象 我还清清楚楚 所以我小时候都是 对啊 虽然说我跟我姐姐差三岁 可是我那个时候 完全对一二三什么 包包包包都不懂 都是他教的 然后我小一的时候 我哥哥小六 然后我在学校就有点 因为我蛮内向的 有点好像 有点要被欺负这样 那每次我哥哥 就是来到那个 那个教室的门口 在那边一站 他那时候很高 六年级很高这样 然后我们全家 我们全班 就不敢对我怎样 就知道那个是我哥哥 所以小时候 这个印象很深刻 所以人从父母而生 赖兄长而立 靠兄姐 然后才被他们带大的 故孝帝也者 为人这根本 就这样 这是很简单的爱 很简单的爱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下一章 下一章讲到呢 弟子入则孝出则涕 这是孔老夫子的话 说一个弟子 什么是弟子呢 就是一个年轻人 弟子就是为人弟 为人职者 做人家的弟弟 做人家的儿子 那就是年轻的 年轻的 年轻的 十几个 甚至二十几个也是弟子 泛子后生稳背 那他入则孝 在家里叫孝顺父母 这是他应该要做的本分 那出则涕 出外呢 恭敬掌上 这个时候的涕 就指的不是 不是他家的那个胸结 而是指 因为这个古文就这样 就是互相的呼应 比如入就对出 那孝对涕 那孝是在家里 那涕就是在外面 所以这个时候 涕就是指外面的涨上 那孝涕 孝涕呢 要在家庭教育中启发 父母不能够错误的引导 或者这边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 有个大学教授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 他 因为他常去吃麦当劳 然后他说 他每次到礼拜六的时候 总是看到 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儿子 这儿子大概是小学 每个礼拜六都去吃麦当劳 然后很奇异的就是 妈妈跟儿子这样对坐 妈妈都不吃 一口也没吃 也没叫 就只有儿子叫一份 然后儿子就吃薯条 什么一直吃 一直吃 很熟练 蘸酱什么 很熟练这样子 每个礼拜六必吃这样 后来他每个礼拜六 他觉得这样子不行 为什么儿子都没有想到 要分妈妈 要分享 要请妈妈吃 为什么他都没有想到这个呢 他有一次他就忍不住 他就问妈妈 问这个年轻的妈妈说 为什么你每个礼拜六 带你儿子来吃 而都只有他吃 你都不吃 这妈妈就说 因为儿子在学校 就是到礼拜一的时候 这些同学们就问说 礼拜六周末你们去哪里玩 那因为他们家比较穷 所以他没有办法 带儿子去哪里玩 甚至也没有办法 带儿子吃一顿好的 所以他唯一能做 就是说礼拜六 带他来吃麦当劳 因为他实在没有多余的钱 可以两个母子对吃 所以只能买一份让儿子吃 让儿子完全熟悉麦当劳的这些 然后礼拜一就跟同学 不知道跟人家比较痛的 没有人说 你去哪里玩 都没有 都住在家 那就显得很逊 对不对 所以他每个礼拜六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大学教授听了 就觉得说很摇头 因为他这样子 虽然说是妈妈的一份爱心 可是小孩会想得很好 但是小孩通常 这样子继续教育下去 可能不会想 一来会想得想到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那么穷 然后我妈妈为了要让我 礼拜一到学校 跟同学们能够有话讲 代表说我也吃得起麦当劳 所以他带着我 而且他买不起两份 他只有买一份让我这样吃 如果他会这样想是很好 要不要想呢 他就会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 只顾自己 那么小对母亲一点点柔软的心都没有 他觉得这个教授写了这篇文章 他也是有感而发的 所以这个弟子要教他对长辈有那种 有那个温馨的那种体贴之情 其实是要教的 你要扣他 扣他自己知道 那如果他就是被蒙蔽了 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然后我觉得这边还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父母亲不是常常有句话说 你给我好好把书读好就好 你其他都不用管 你就是小孩子就读书 你书给他打个好就好 你玩也不用洗 什么你都不用管 但是这样子 当然也是父母亲的爱心 但是也很有可能就是让孩子 就是会有一段时间是错误的成长 等到他 所以他变成大人了 他年长了 然后他默然回首 然后父母亲已经不在了 这个时候他想要为妈妈洗个碗都不可能 所以我们家里有孩子的 就是要懂得要教育他们 那有时候我们长辈直接教育 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好讲 就是来到场 让他们参加那个读经班 什么小天使班 让他们参加这个高中班 让他们在道场中成长 因为道场都是教宗教校 好 然后呢 在家里就是要这样 入折校 然后出折替 然后谨额性 然后讲话要小心 言语要小心 那年轻的孩子呢 喜欢抱怨 喜欢胡闹 喜欢讲一些闲言闲语 喜欢讲一些 狂荡不羁的 这个讲得很 好像自己很了不起 这些这些话 这个 这些是不能讲的 要守信用 还要守信用 在几年前有一位 我就孤影其名了 就台湾的刘美的 就小留学生这样子 然后因为在学校里头 就是讲到什么枪戒 只是开口讲 没有真的没有膝带枪戒 然后就被抓起来 然后他的父母 就花了很多的钱 很多的心力 最后才保 然后现在才把他带回台湾 这样 所以这个孩子 这是不能够讲狂妄的话 然后还有呢 他要犯爱重 犯爱重 并不是他要像 德雷莎修女那样子 走入贫穷的贫民窟 去服侍这些可怜的百姓 我们如果想到说 我的孩子还在学习 他就要变成耶稣基督 德雷莎修女 不是这样的 犯爱重 就是要让孩子知道说 这个世界除了有余余 还会有别人 然后他自己想要快乐 别人也想要安乐 那让他always 他的心中有别人 如果一个孩子 他的心里有别人 有体贴别人 也会尊重别人的话 那这个孩子以后 才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有一次后学在跟我姐姐去 就搭捷运 然后我们在三中国小 捷运三中国小站上车 那我们要往台北去 然后前一站就是许慧中学 那那时候四点下午四点 然后我们上车的时候 哇里面都是学生 都坐满了 然后我跟我姐姐都没位子坐 我们就站着 然后所有的学生都坐得稳稳稳了 都没有看到我们两个老人家 但是还是有一个 就刚好我姐姐站在前面 然后这位小孩 这位不要 这位不要 然后后来他就站起来 一溜音就跑掉了 就跑到别的车上去了 他也不敢讲说 这里让你坐 因为万一他说要让我姐姐坐 我姐不坐怎么办 也有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你要让坐 然后年长者 他就不坐 你坐你坐你坐 然后这个要让坐 你坐 他坚持不坐 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就一边跑掉 然后我看到 我就跟我姐姐说 人家要让坐给你 然后我姐姐那个时候 脚也是不是很OK 然后马上坐下来 那后学看到的是 在所有的同学 大家都好像嘻嘻哈哈 都不顾别人的时候 有一个孩子 他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可能看到一个年纪 自己跟他阿嬤相仿佛的人 就站在他面前 所以当他看到一个跟阿嬤相仿佛的人的时候 他那种孝心就油然而生 所以这个孩子是可取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犯爱重 犯就是广泛 我姐跟他非亲非父 也不是他老师 也不是他的校长 可是他就 而且他这样做给他 他也不会得到嘉奖 也不会变成魔幻生 也不会啊 可是他就自然而然 他的那个良心 告诉他要这样 那如果我们家的孩子可以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太棒了 然后呢 他还要儿亲人 他亲人 要亲近有人德的人 不要一天到晚追星 然后就 我对年轻的孩子们的世界 现在已经迷太远了 但是我只知道应该是很糊涂的一种年轻 年轻胜利好 觉得自己是天下无敌的 然后大概是一种挥霍 挥霍的状态 那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亲近有人德的人 因为有一句话 鸟随凤凰悲成远 人伴圣贤品德高 可以潜移默化 那其实道场是最适合的 道场太多的勤贤 他一辈子就是牺牲奉献 还有我们读的都是经典 训文还有古德的行仪 所以潜移默化 潜移默化 然后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鲜有余力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还有体力的话 还有那个流行的 这个能量的话 哲以学文 那文是什么呢 文当然一方面是他的学校的功课 这方面也是文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的经典训文 这些典籍 这个也是文 所以 就是说一个人 他想要尽得修业 我们对孩子们 其实要求他 把应该做的这些本分 这些非常非常简单的 孝顺后母友爱兄长 友爱兄长 然后呢 手信用 讲话小心 然后呢 眼中有别人 你能够体骗别人 不自私 这些非常basic 非常简单的 然后他还有 时间的话呢 就他的专业知识 那功课当然要努力 还有经典训文 什么大壮元会考 像这些也都可以投入 而不是说 这些都不要做 你只把我打手就好 你其他都不要管 不是这样 这些要先 要先 这些基本的人的一个品质 都要先有 然后呢 这个算是赤字 但是不能够以这一句话 行有余虑 则于学文 来当作不读书的借口 反正孔老夫子这样讲 那我都没有时间 所以我这些我都不读 那我只是在那边玩 然后说自己在路则校出舌计 这样子 这样是不行的 不可以作为逃避功课的借口 因为一个负责任的小孩 他怎么会放着书不读呢 怎么会让自己的功课 一门一门都荡掉呢 当然不会 那这个为什么经训摆在 先这样子做之后 再来读经训呢 因为不管是校或替 或者是性 或者是人 或者是这个人 他其实都是良知良能 他都是良知良能 都是自己本来就可以 可以启发出来的 而不必说 今天读了论语我才知道 但是如果说要进一步到很精维的 因为修到可以道大理为 修到很精维 进一步修得很精维的话呢 还是需要慎哲的开示 所以刚开始这些算是德性的ABC了 德性的ABC先启发他 但如果要精维的话 还是需要慎哲的开示精维这样 所以简单讲孔老夫子 就是告诉大家 例行比较重要 那学问的累积赤字 但是这个重要跟赤字 并不是说我把例行的这一步做完美了 百分之百了 然后才开始来翻开来 开始来读书 并不是 而是说你在生活中 你在并行的时候 你有一个重心 有一个重心 譬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的重心是什么呢 譬如说我们现在心灵班 然后我们今天是论语三 我们读笑地之道 那我们读了之后 我能够记得多少这个赤字 而是我记得的话 那他记得话的字句 我回去 我愿意试着做做看 这个放在重要的地方 所以总是有一个轻 有个重 这些记起来 然后能够讲能够背 这个还是赤字 而是我们 我们刚好记得 我们听的灵力 跟我们内心的良心相呼应的 那个道理 我们愿意去做 那个摆重 摆在前面 而不是说我做得很完美 然后才来读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你在并行的时候 有一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这个观点真的是 因为所有的道理都是要 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实物这个例行 是重点 然后下一张 指下约 指下是一个孔老夫子的弟子之一 幸福名商至指下 小孔老夫子四十四岁 非常的年轻 可是他也是 他比较没有在德性上 有很大的名声 他的擅长是文学 但是呢 他也是孔门十则之一 他讲的这个道理 真的是 真的是太有道理了 他太有道理 因为他是文学嘛 所以他说 什么样的人叫有学问呢 并不是像我一样 学父母君叫有学问 他本身是文学组的那种 那种很优秀的学生 可是你看他的价值观在哪里 价值观在 贤贤益色 是父母能结其利 是君能致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这些都做到了 虽约未学 虽然说他没有读什么书 无必未失学义 我一定要说他是 有学圣贤之道 无必 我一定会这样子讲 他有学 他有学圣贤之道 好 那这样子我们来看 什么叫贤贤益色 所谓色 色就是 外表讲得好 外表讲得好叫色 就是有 以现在的话 就是什么有颜值 就是这样 那贤贤益色 第一个贤是动词 第二个贤是名词 那有几种解释 一种解释就是说 以敬重贤者的心态 来取代那个好色的心 我宁可去敬重这个德性 以这样子的价值观 意 意就是取代 取代人好色的那个心 有一次有一个晚辈 他也是有点耽误了他的青春 然后他到大概40岁 快40吧 一个女孩子 他就是要相亲 然后他相亲的对象 是一个国外的 大概从国小就在国外念书的 然后要回国来找一位 找一位要结婚奖 然后相亲之后 这个女孩子也觉得OK 然后想说 就托这个媒人说 是不是有进一步 然后没想到那一位 那一位男士却说 我爸妈 他不说他自己 他说我爸妈 他说我爸妈都是外贸协会的 然后就这一句话 那其实我们这个女孩子 其实漂漂亮亮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回台湾要找 他要找什么 中国小姐吗 找什么亚洲小姐 还是什么台湾小姐 就是这种标准这么高啊 那他去找空中小姐吗 我不敢再讲下去了 所以这个颜值 现在人这样子 这样子 那好 所以这一章就很重要 所以弦弦弦设可以说 以敬重贤德的心态 来取代好色的心 另外一种就是说 以敬重妻子的贤德 而忽略不要看他的美色 你取其取得 取其取得 那我这边为什么提到五轮呢 因为指下说 四军人至其身 然后一下子从军跳到朋友 那其实这个他是一个讲的大概 因为五轮就是军臣父子 夫妇兄弟朋友 所以呢 从四军 跳到朋友 那当他父母摆前面 因为他把父母摆到比军臣更前面 那这其中还包括这个 这个夫妇嘛 还包括我兄弟嘛 没讲 所以简单讲 指下就是说 弦弦弦设 然后五轮能够做得完备 这样的人呢 虽然他没有读什么书 我还是要说他有学圣贤之道 好 那既然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那么重外表 这个我们就来举古德 古时候的有名的举岸齐眉 我们现在现贡一定要端 然后举眉齐 现 曾经奉献 那原来呢 这个举眉齐 人家这个是 这个古时候有德性的女子 她 这个以前有德性的女子 叫做梦光 那梁红是她先生 那当然梁红取梦光 是取妻取德 当然梦光在那个时候 在历史上有名就是说 以德性 而不是以外表著称 然后她对于梁红 他们非常的和乐 不会说因为外表怎么样 而夫妻 这个怎么样不愉快 都完全都没有 都非常的和乐 可以说是相敬如宾 真的是互相的互敬互爱 那这个举岸齐眉 就是梦光做饭 做好的时候 就是把托盘 把这个可能就像电视这样子 把一个托盘 要给她先生 就里头装个饭菜 给她先生吃的时候 是举起来跟眉毛一样高 然后 因为我们现共很习惯了 所以我们觉得很好笑 但是古时候 这是她自己发明的 应该是她自己想到 也没有人应该没有人教她 所以她这样子 从内在这样的德性 她先生一定 你看 其实两夫妻相处熟了以后 最怕口叫 然后互不相让 那这样子的话 绝对不会吵架 所以她先生 因为人看久了 其实人看久了以后 你再美的外表 看久了以后也看不到了 真的是这样子 你可以感受到 就是她的心 她的心如果很和善 很好相处 你跟她相处 你生活上 你就觉得很舒坦 那如果说长得很漂亮 但是好像刺蜗一样的话 那怎么会舒坦的 所以这个梦光的这个德性 是这样子 光是送饭 就是举媒妻 就是夫妻 夫妻是多么的尊重 那还有一个徐允举妻 也是很有名的历史故事 徐允是什么时候的人 三国时候 三国时候的人 然后她举妻 也是刚好取到一个 就是德性很好 但是外表不怎么样 但是她是结婚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她妻子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她就闷闷不乐 就是非常冷落她妻子 那她妻子 当然是觉得很不高兴 很不高兴 就只会说你瞧不起我 就是因为我外表怎样 就很不高兴 那那就 两夫妻就是形同这样子 几乎是末路这样 那有一次 那妻子摆到机会 就有点好像 有点 如果以我们现代话 就反弹了 就抗议了 就是说你对我这样子 实在是 实在是非常的不公平 那徐云就问她说 这个妇女有四德 那你 你有几德 我们知道 三重四德 对不对 四德是德言荣公 富德富言富荣富公 富德就是一个妇女 基本上的德性 还有第二就是说她的谈吐 然后她的容貌 那富公就是说她的做菜 然后整理家里的 或者是做衣服 女工这方面 得言荣公 徐云就问她太太说 那你这个四德 你做到多少 她太太说 我除了富荣 比较缺陷以外 我其他三德我具足 然后她反问徐云说 读书人的德性 你做到多少 然后徐云怎么回答 因为徐云她也是一个正人君子 她觉得她自己反省 她觉得她德性做得很好 所以她说我百姓俱足 我有一百种德性 我完全具备 然后这个时候 她的妻子逮到机会了 她妻子真的这样讲 历史上有记者 真的这样跟她讲 她说不尽然吧 我看你是好德不如好色 你如果不是好色 你怎么会对我 这么冷淡 所以徐云当场哑口无言 然后就改二相声 后来两夫妻也是传为美台 所以这个是弦弦异色 曾子曰 这也是很有名的一章 圣宗追远 这个我们大家都耳熟那一章 圣宗追远 明德归后 那为什么圣宗追远明德归后 因为父母祖先是人的根本 所以他去世这件事情 一个有良心的人 他不敢忽略 不敢动作无法无法 这个就慎重 他要离开人间的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当作无法无法 然后如果他走得很久的追远 走得很久的以后 我们久了以后 也不忍心忘掉 不忍心忘记自己的父母 那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儿女 说起来是真正好人 很忠又很厚道 所以如果人们百姓 都是这样子的正好人 那这个社会就有希望 这个社会就有希望 所以一般的 就是说圣宗 这个丧礼 然后祭拜 是叫做圣宗追远 但是我们求道以后 我们更了解到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可以把父母亲 把长辈送上席 那讲这件事之前 我们先讲 孟老夫子也讲过一句话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 唯送死可以当大事 就是孝顺父母 养生 当然父母亲在的时候 很有限 这个当然是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事 不然哪有树欲禁 而风不止 子欲漾而亲不戴 这也是很重要的事 但是孟老夫子 为了要强调 宋死可以当大事 这个是重要 而把它比下来 所以养生比起宋死 还差一框 宋死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确定说 我的父母亲 他们去的地方 他们的归宿 他们的归宿在哪里 那这个时候 后学有讲一个故事 就是有两位 后学认识的道亲 然后他太太很早就求道 然后他先生比较晚求道 那他先生 为什么那么晚求道 因为他先生的妈妈 从年轻的时候 对一贯道就没有好感 他 这个道亲跟后学想说 他妈妈就痛恨两种人 一种就是一贯道道亲 第二种人就是吃素 他妈妈最痛恨 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他刚好有一个 跟他处不来的人 刚好是道亲又吃素 可能是这样 所以他变成说 怪道所有 只要是道亲 只要是吃素 他都很痛恨 然后刚好这位男士 他的太太 女朋友后来变太太 就是既是道亲又吃素 是我们道场中的讲师 所以两个佛媳之间 就是那个气氛很紧绷 因为妈妈总是找 找这个媳妇的毛病 就是给媳妇很大 很多的不方便 那这个媳妇呢 他跟后学讲一句话 他说 后学真的是很感动 他说 他活不敢 不管对他怎么样 他都不会去抗争 不会去顶嘴 不会去反唇相鸡 他都默默的 他说他这样默默的 不管他讲什么话 讲什么没有道理的话 到不反驳 不再生妈了 这样子 他说业障消得很快 我觉得他实在是太灵力了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 会遇到有一些人 跟我们处不来 有可能是过去 是我们对不起他 我们宁可先认错 先感觉可能是我以前对不起他 所以他这辈子 他看我处处不顺眼 所以他对于他婆婆 对他怎么样 他都逆来顺受了 然后他跟后院讲 他觉得这样的业障消得很快 可是不管怎么说 他婆婆一直没有求到 而他先生也是 他好不容易度到 他先生后来求到了之后 然后后来他婆婆已经中风了 已经中风了 已经病很重了 那这个时候 他先生也发心了 觉得说 一定要赶快度妈妈来求到 而他们就是这个妈妈中风 这两夫妻真的是尽心竭力 把屎把尿 他们住的地方很远 每天一定要开很长的车 回家照顾好几个小时 然后再回去 每天一定要这样子 当然还有那个政府有那个 那个什么 有个名声 你的叫什么 长照 对对对 他可以有一种 让儿女有个喘息空间 然后他还有个弟弟 就是政府的长照 跟弟弟稍微cover之外 其他时间 他们就是开车这样 然后他这个太太更是无怨无悔 但是现在好了 现在他婆婆已经病蛮重 握病很久了 然后他先生也求到了 这个时候他想 他儿子想说 一定要赶快让妈妈求到 但是妈妈本来 就是告诉他 这辈子是痛恨两种人 一种是一关要道歉 第二种是次数 所以这是不敢开口 比如说他就要度他妈妈求到 之前呢 就先自己擦盘推演 妈妈问 妈妈讲什么 我答案一定要 我要先 自己做了很多Q&A 准备的一应俱足非常完善 后来鼓起勇气 跟他妈妈说 妈你求到好吗 妈妈说好 所以沙满特演都无效 后绝真的非常感动 我说你们不是用口才度人 你们真的是用道来度人 而这个道是甚至都不讲话的 这个媳妇被婆婆怎么样为难 他都不答便了 我真的非常感动 然后后来呢 妈妈求到之后 后来不久就归工了 归工之后 他跟我说一个月 他们放在冰柜 放一个月 然后才入恋 然后要从冰柜 要把那个遗体 要抬出来的时候 他跟他弟弟 一个抬头 一个抬脚 然后他妈妈的那个腰这边 完全是软的 一个抬头 本来应该是顶空空 可是抬脚的时候 他妈妈的这个身体 完全是软的这样子 就像一个活人一样子 完全是软的 所以真的印证到 东不挺之下腹腹臭 即便是冰柜归冰一个月 还是软的 他就很安心说 妈妈已经到一个好的地方去了 所以这个叫做送终 送上洗天 而这件事情 才是真的大事 不然的话 我们把父母亲 肉体照顾得很好 然后他死后下地狱 那也是不完美 所以这个圣终追远 您的归后遗 一般的人能够做到 表面上的圣终追远 都已经是真正好 那我们到亲 你看他们这夫妻 这一对夫妻这样子 我们也都应该把 倒落实在生活当中 那这样子就是 那我们的德性 真的是更 不必透过口才 你德性就是非常的改人 那这个孟武伯问孟 孟武伯是一个性格暴躁 好勇斗痕 常让父母亲担心 会发生危险 就是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 这个出生在好家人的 出去做好家人的 子弟 虽然是福报 但是未必是幸福 因为如果那个环境太优渥 而我们的内涵不够的话 很可能就是会变成 吃喝玩乐 然后性格暴躁 不能抵贴别人 好自然做 一辈子就完蛋了 所以如果说 出去做好家人的好心 然后又能够 成为一个很有品德的人 我觉得这种人很了不起 但是孟武伯显然不太OK 所以呢 但是他也来问孝 孟武伯就说 父母为其极之忧 这个其就是儿子 父母最担心的就是儿子的病 儿子身体好不好 这个后学以前在纽西兰的时候 那是真实的故事 有个一百岁的母亲 他八十岁的儿子感冒 他带他去看病 真的带到医院去挂小儿科 这是真的故事 一百岁的母亲 带八十岁的儿子去看病 带到医院去挂小儿科 因为八十岁的孩子 在他眼中还是一个baby 各位前言 为人父母 为人母亲的 你应该更能够体会 可见他多么的疼他 所以父母不管儿女多大 他总是担心他生病 所以呢 这个生理法夫受之父母 不能够因为自己喜欢打斗 让父母亲难过 让父母亲担心 不敢毁上校子实验 所以养儿方知父母恩 自己对于儿女的关心 这才知道父母亲对自己 超多少心 孩子生病恨不得替他生病 后学常常看到 像前几个月 我们因为这个 因为新冠肺炎而去世的小孩 David有几位 有几个case 然后看到那些父母 有的抱着发烧的孩子 在急诊前面排队那种焦虑 他们真的是宁可替孩子来生病 所以既然知道说 父母亲担心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肉身的安危 担心到这种程度 我们就要 至少在父母亲还住室的时候 然后我们不要让他们担心 几年前 在这个什么 这是淡水那边 巴黎那边 巴黎那边 这个粉尘爆 然后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 我想说 这么大的灾难 世界末日 看到那个照片 然后每一个都是非常的年轻 然后整个皮都不见了 那个痛苦 然后看到他们的父母亲 那个忧虑 真的是 如果这家孩子 就是孩子为什么要完成完封了 就是 所以还是要遇到逆境 你看那些粉尘爆 后来现在 在经过还长久的 这个什么 很多烧烫伤 那时候要复健 那个整个 有的都变得很坚韧 经过这样的逆境 有的变得很坚韧 那个时候没有逆境 所以就是玩乐 让父母亲 承担那么大的痛苦 所以总而言之 孝顺 一个很简便的方法 你照顾好自己 你父母先不担忧 这最起码的 最起码的孝道 最起码的孝道 然后现在要讲到两则 一个是讲到不敬何以别夫 一个是讲到很有名的色男 这个孝 这个大家耳熟能详 孔老夫子讲到这个敬 孝跟敬一定要一定 讲到孝一定要讲到敬 孔老夫子 甚至以犬马作为对比 犬马就是说自己养的这些 不管是宠物 或者自己的古人 古人骑马 或者是驾马车 他们有他们的爱 爱马 有他们最中爱的马匹 对于自己最中爱的这些马匹 或者自己的宠物 照顾得那么好 但是如果我们对父母亲 没有一个静的话 跟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差别 或许这边有一个 就是我们家以前对面 有一个阿婆 她自己住 她的儿女其实住 寿命给表明镜 没有跟她住一起 然后后来她病重 看到她的媳妇 每天就叫啥等 叫啥等 租差不多这样 就是一盒一盒一盒 这样打起来 打起来 弄成一个可以干的 饭菜汤干 早上来就拿来 就碰她门口 放在门口 也没有进去 也没有进去照顾她 跟她那个伺候 然后中午来 又拿一个新的来 把早上吃剩的带走 然后晚上来 又把晚餐放一扣 然后把中午的带走 也没有去看到 这个妈妈牙齿还有吗 她咬的动 她有没有刷牙 她到底有没有 就是每次照三三这样子 那刚好跟这个犬马 所以这个人世间真实的真实的现实 就是这样的在上演着 所以我们每一个求道的人 其实都有都有责任 我们就是把自己做好 然后我们把道物推广 然后我们来宣讲古圣先贤 告诉我们的 我们做人要不要做 这整个社会才会好起来 否则人迷昧 就是这样 对待自己的父母经理 也是这样 还有呢 人相处久了 不敬是很容易犯的毛病 这边有一个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 这个也是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人她在读复旦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她的同学 在她同学那边看到一本《论语》 然后这个人很有根基 因为在大陆 他们比较少接触到诗书 有一段时间 他们对于这方面的这些国学 算是沙漠 所以没有接触到 所以这个人一看到《论语》 他就觉得说 怎么有这么好的宝书 那太好了 所以他就拿 跟同学把这个《论语》借回家 然后全部抄写 把同学的这本《论语》抄写一遍 自己也拥有一本《论语》 而且自己抄出来的 所以他对《论语》的章句就很熟 后来他复旦大学毕业以后 他找到一个好工作 然后他又把父母亲 从乡下接来上海来住 然后就跟爸妈讲 说爸妈 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好命了 你们来这边 你们什么事也不用做 我们两个 他跟他太太两个上班 下班回来 我们会去买菜或做饭 然后你们就回家 我们回家煮好 然后你们就吃 然后晚上他们还会 跟爸妈聊天 逗爸妈开心 然后每个月都还会 带爸妈去身体检查 然后周末都带爸妈去玩 就这样子 就是准备做个孝子 那就这样做了几年之后 开始觉得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开始觉得 有时候自己跟太太想要去上管子 也不方便 因为家里有梁老 然后呢 周末要带梁老去玩 那每个月要去身体检查 久了久了 人相处久了以后 开始觉得说 为什么爸爸谈那么多 每次响他稍微声音好大声 那谈好多 为什么妈妈我跟他讲话 他讲好几次都听不到 中听耳背 他觉得有点烦 然后就开始拍下手 整本论语超过的居然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反省文 他自己写在网络上的反省的文章 因为他说人相处久了 就不容易有那个恭敬心了 但是因为他超过论语 所以他记得色男这两个字 我想说孔老夫子不是有教人家孝顺吗 他想到猛然反省 然后翻出来看 痛哭流涕 孔老夫子说只生三年 一个孩子出生打从娘胎出来以后 有三年的时间 妈妈父母亲都要把他抱在怀里 三年之后他才能够完全脱离父母亲的怀抱 而自己招来招去安全 三年内父母亲都要把他抱在怀里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个三年 这孔老夫子说的 只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而每一个儿女 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 每一个儿女对于父母亲的爱 有没有到达三年之久 那个爱就好像父母亲当年爱我们的爱 我们能够父母亲导的时候 爱他们如同小David这样 能够这样子吗 所以这个复旦大学的毕业生 想到论语 然后看了论语 然后翻然悔悟 他突然了解到说 他是改到外面 突然了解到说 不管是再怎么熟 他永远要知道自己 把自己弄最好的那种心情 最好的态度 一个好的脸色 来面对父母 这个是他人生最高的一个价值 比他的事业成功更高的价值 所以他讲到色男 那其实也讲色男跟不静 何以别乎是类似 色男的就是说照顾父母 脸色的这种愉悦 孝顺 公顺 这个脸笑 比较难 那其实脸色好的话 就是自然的静 所以本章的重点是 不静何以别乎 不静 如果对父母亲不静 那跟照顾全盲 又有什么差别呢 不静之罪 深井之 这个一定是个古德讲的 因为你静才有一个分寸 而圣人就是唯恐众生 爱超过静 各位前面我们看洋人 family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就是讲到爱而已 他也没有讲到静 好像没有讲到静 那我们如果说爱超过静 对母亲一直觉得爱 爱久了以后 或许讲过好多次 我姐也讲过好多次了 这个山高的妈妈 山高的妈妈很喜欢吃肥肉 然后她儿子有一天很不高兴 看到妈妈筷子又要夹肥肉 就把妈妈的筷子打掉了 她妈妈被她妈妈要吃肥肉 这筷子被儿子打掉以后 就很伤心 因为然后很想哭 就到厕所去要哭 然后看到厕所有个通马桶的 那个通热之类的眼神 她就想说好 我死给你看 你今天让你補好 我死给你看 我喝下去 然后整个肠胃到灼伤 送到医院 我们才知道 这是真实的故事 后学常常反省说 这个儿子有没有爱妈妈 爱 如果这个妈妈是隔壁的阿姨 他才没关那么多 他吃饭太多 他去关隔壁的阿姨 他太爱他妈妈了 但是他缺少什么 敬 所以我们大家 如果我们父母亲还注视 我们现在都学到一个宝贝 原来我们爱他们 还要吃冷敬 那这样的话 你就完美了 那这个不敬 跟这个舍男是类似的 舍男就是和颜月色 侍奉父母最难 子孝问孝子曰舍男 为什么呢 因为有氏弟子扶其劳 有酒氏 这个字念氏 没有卷舌的氏 氏生氏 就食物的意思 有酒食 要让先生先吃 先生就是说 让长辈先吃 转转就是先就是吃 真是真是以为孝乎 还这样子竟然以为这样就是孝 就是说 父母亲有事我替他做 我有好吃的父母亲先吃 你竟然以为这样就是孝顺 你这个这个差太远了 因为有个重点你没有讲到 舍男 舍男才是重点 就是儿女给父母亲的脸色 如果给父母亲坏脸色 最伤父母的心呢 或许看到好几个例子 这个父母亲要跟 要跟儿女学电脑 学手机 儿女都觉得很烦 然后觉得父母亲很笨 那父母亲很伤心 所以父母亲都后来就不找儿女教 去找别人教 就这样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如果 如果我们父母亲还在 或者说我们有稳背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个道理 其实有这个荣幸 可以教父母亲手机 电脑 那个时间是不常有的 所以希望年轻人不要再骂父母亲笨了 那这个最生死的例子 有个大陆青年 因为大陆很多高楼盖得很高 你到大陆去 那高楼盖得很快 一下子一栋一栋 大家都住高楼 那有个大陆青年 他就业之后 当然他们住高楼 二十几楼 然后有一天他下班回来 他本来在工作上 就碰到一些障碍 就心情不太好 下班回来看到妈妈在他房间 翻东西翻旧报纸 然后他就很气 说妈妈你自己去你自己房间翻东西 你不要到我房间翻 我的房间什么东西摆哪里 我自己知道 你不要随便来翻 那妈妈突如其来被 被这个小孩这样子来 可以说是很大的侮辱 所以妈妈就从楼上就跳下去 反正很多的这种亲情 其实就是由于脾气 然后由于不晓得要一个静 要孝顺父母就要孝顺到 不仅是照顾他的身体 要照顾他的病痛 要照顾他的心 那所以像古时候老来子 年纪那么大的 还可以彩衣于亲 因为老来子七十岁了 妈妈父母亲九十岁了 那父母亲觉得自己老了 因为看到老来子 都有白头发了 父母亲觉得自己没努力了 于是老来子 就穿起小孩子的衣服 让父母亲高兴 而乾隆皇帝后来也效法 乾隆皇帝六十岁的时候也效法 所以过于皇帝也是不简单 所以物质上给父母亲享受 是低层次的效果 而给父母精神的敬重跟安慰 才是高层次的 所以年轻人的感悟 有一个年轻的上班族 他自己有感受到 他说我其实是很想跟我妈聊天 但是有时候妈妈很烦 她问我公司的事 我都觉得很不耐烦 我都觉得说 我说公司的事情你不办 你不办事情你还要问 我都不耐烦 我不好 但是我就不耐烦 所以年轻人 他也有很多的这种矛盾 但是为什么会不耐烦 为什么会不耐烦呢 就是我们的心 不清静 如果我们求到 我们就是要让自己的心 能够把心收回来 让自己的心能够平静 让我们的情绪不会很高涨 那我们的心如果长清长静的话 你看到什么你都很耐烦 心如果不清静的话 看到什么都很烦 都很烦 所以呢 所以白羊旗儒家应运 虽然我们讲的都是人伦常道 我们没有讲说 我们今天的静坐 静界外观都外观 我们没有讲那些 可是我们刚刚讲 这么多人伦常道 我们扪心自问 这些人伦常道 我们如果要做的 让自己没有遗憾的话 不敢说做的完美 做了以后 时间过去 让自己没有遗憾的话 其实我们的心是要清静的 我们心如果不清 你说对父母亲 能不能说多耐烦 也是不可能 所以修道真的是在日常生活中 这个涉难 为什么民情不好 心不清 所以在为政 第二篇就为政 为政的678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678 有个不敬何以别乎 还有讲到涉难 还有讲到这个 为父母亲 父母为其极之忧 678章虽然都是不同的回答 答案虽然不同 但是主旨都一样 就是我们一个孝顺的子弟 要去体会父母亲的心 体亲之心 体亲之心 这个很美 这一段话 是出自朱熙的论语集图 朱熙是引用哪一本书 引用礼记的记忆篇 非常的感人 为什么一个孝子 他能够对父母亲 能够有一个好的脸色 因为他对父母亲有深爱 那他这个深爱来自哪里呢 来自一颗感恩的心 你想想看 父母我们生下来有三年的时间 父母亲是必须一直抱着我们 否则我们自己没办法治理 所以一颗感恩的心 让他对父母有深爱 所以孝子只有深爱舍必有和气 像我说年轻人 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整个世界是很美好的 有时候谈恋爱 他们在公园在那里 他都忘了外人的存在 整个世界好像都很美好 他们脸色都很愉悦 但是那种谈恋爱是很短暂的 因为那种爱是很肤浅 但是不管再怎么肤浅 那也是一种爱的 但是一个孝顺的儿女 对父母亲那个深爱 是来自一种感恩的心的 那当你这个爱能够出来的时候 你觉得是这个世界 你这个世界就美好了 你一定会有和气 你没有暴力之气的 不会有暴力之气的 有和气者必有余色 你自然快乐 脸色就自然快乐 那有余色者脸色快乐的话 必有婉容 在某一个年代 一些女生的名字 有都取叫婉容 婉容的 那现在比较没有人取婉容 那婉容就是说 你这个脸色就会很优雅 很委婉 不会说所谓 很没树木就不会这样 所以一个色男 这个好的脸色这么难 其实解决的办法就是 我们对父母亲的爱 够不够深 那一个孝子对父母亲的爱 够不够深 这个深爱是要自己去反省 去体会的 去反省去体会 那你我 我们都可以反省体会 不管我们父母亲 还在不在人间 即便我们父母亲 不在人间呢 我们现在自己怎么做 对他们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行功利得 他们一定都可以沾光 所以我们是不是为我们的父母 我们也要好好的修 即便他们不在 那如果他们在 恭喜你啊 你还有很多很多时间 可以把孔道夫子的道理 拿来做做看了 做做看了 做的道理就是你的 好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太有限了 我们可能这张奖 我们就要跳到最后一张 是父母基建 因为父母亲也不是圣人 所以有时候 他们也是需要被扣肯 还劝 见之不从 但是你劝他不一定听 你劝归劝他不一定听 那他不听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觉得算了算了 算了我不要 我不要再讲动作我没讲 是不是这样啊 不是的 你他不听你没关系 你又恭敬恭敬敬敬的 不敢违抗不敢再说下去了 不敢再说下去了 但是等到时间过了以后呢 再来再轻轻的再来讲 那虽然这样子做 有点有点就是 比较劳 比较辛劳 不会说讲一次就OK 要这样来来回回 讲好多次 但是劳而不怨 不敢抱怨 不敢抱怨 所以这一章就是在讲 当我和父母亲意见分析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要见你要劝告 但你劝告用什么方式劝告呢 要激见 激就是为 好像微风吹拂 好像春天的微风吹拂一样 轻轻的慢慢的为言劝见 柔和婉转的劝几句 让他听最好 不听的话没关系 又进步 不敢违抗 但等有机会再来劝 劳而不愿 虽然内心忧虑 也比较劳累 但是不敢抱怨 所以父母亲不肯听儿女的劝告的时候 要恭恭敬敬的 不敢违逆 心中忧虑 不敢烧肉怨色 李济有一句话 有一段话这样讲 父母有过下气疑色 低心下气 要脸色要快快乐乐的 柔身以劝 见若不入 自己劝告的道理 他如果不接受 入就是不能入他的耳 不能入他的心 起敬起笑 你还是表现出恭敬孝顺 悦则复见 等到父母亲要高兴了 那就再来 再来慢慢的再来劝 再来见 然后驱离 更有这样两句话 三见不听豪气而随之 如果劝三字还不听 你就在后面哭吧 然后父母亲看到一个孩子这样子 然后驱离 另外一句就是对君王 像我们知道唐太宗有一个有名的大臣 叫做魏征 魏征是一见再见 完全不顾自己的死活 唐太宗有几度 几乎想把他给斩了 可是魏征的命道一直没有斩 也成就唐太宗成为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 接受见诚见义的一个君王 一个天子 这个驱离里头 讲到对于父母亲三见不听豪气而随之 对于国君 对于这个陛下 国君你三见不听的话要怎么办呢 他的建议是你赶快逃 你赶快逃 保命为先 因为他如果他因为他让他面子挂不住的时候 他如果反过来给小灯手提 就要把你斩了怎么办呢 所以毕竟父母还是父母 后来就要哭了 这也非常有趣 老前人就说过以前老前人说 父母亲如果不求道你就跪着 跪着颗想头 一直让他求道 但是这个要真心 真心才能感人 不能够说意气用事 拎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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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富贵是很好用的 第一你有钱你可以办事 贵什么贵就是你有地位 你地位高 你地位高你做什么事很方便 所以富贵是人之所欲 每一个人都想要 但是不以其道得之不除也 一个君子是这样子 富贵有钱有势 每一个人都想要 因为做事方便 但是不以其道得之 你绝对不除你绝对不要 因为这个是不合道的 但是贫与贱呢 贫贱刚好跟富贵相反 贫与贱刚好是人之所欲也 每一个人都不喜欢 没有钱要做什么事都做不了 没有地位被人家瞧不起 那真的是很无助 但是如果不以其道而得之 什么叫不以其道而得之呢 那就是我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贫贱 但是我碰到不公平的待遇 我碰到不公平我被小人陷害 所以我现在变成贫贱 那我怎么办呢 我富贵我可以不除 我可以说这样的富贵我不要 我举个例子来说 譬如说以前官圣力军被曹操俘虏 曹操有没有对官圣力军很凶 有没有 好得不得了啊 那官圣力军有没有接受 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富贵 不以其道得之不除 但是如果贫贱 别人陷害你陷害中良 譬如说岳飞 被勤快陷害 十二道金牌要你回来 他其实他知道这是小人要陷害 他要陷害过啊 可是他怎么样 他还是回来 所以为什么贫贱 你不以其道得之 你可以 你必须不去呢 你不能不除呢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不要说我们现代人 比如说有个古德 然后他 就苏东坡了 等一下就会给苏东坡大先的例子 我们先来看 不以其道得之 你不去追求 那人家要送我 我也不要 比如说 人家要贿赂你 你也不要 但是对于贫贱 你被人家陷害了 然后呢 你就安于贫贱 因为如果不安 能够怎样呢 譬如说 我们对好朋友 欠钱他不还 然后他真的是还不了 那你怎么样 找讨债公司去讨债 你可能 有的比较宽宏大量 就会让他欠着 一直到他有能力再还 我没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是不合道 然后人家家住在你身上 但是如果不合道 然后人家要把钱给你 你当然绝对不要 那夫子制道也 其实这个就是孔老夫子 在讲他自己 因为孔老夫子 虽然说是一代的圣人 但是他老人家在他那一辈子 由于乱世 乱世是都是小人当道 小人当权 所以孔老夫子是一直是怀才不遇 乃至于周游列国 很多国君也不采纳他的建议 然后被形容 人家形容孔老夫子 如一条上家之群 就是一条没有家的流浪狗 用这样的形容 把孔老夫子形容成一条 没有家的流浪狗 然后有人还去跟孔老夫子讲说 某某人说你像上家之群 你知道孔老夫子怎么回答呢 孔老夫子说他这样的描述 还真的是描述的很传神 所以圣人是这样子 是这么让有德性 在那样子的 就是不应该是这样的评鉴 因为小人当道 所以不应该这样的评鉴 可是他不以其道得志不去 那现在会觉得举苏东坡的例子 苏东坡是才高八斗 学富五居一表人才 而且他又是有修道的那种根基 你看他做的赤壁妇 多么的优美 境界多么的高远 然后他在朝廷为官 真的是似途不顺 到后来被小人陷害 可以说是一扁再扁再扁三扁 一扁再扁三扁 扁到后来 苏东坡都看过 扁到后来 他完全看法 而且他看法不是差 我们说看法就是 我就是很灰心 我灰心 我感觉我的人心没望 所以我看法 他不是这样看法 他真的是把凡俗的名利 完全看破了 所以他做了一首诗 非常的美 心是以灰之木 所以我的心像是那个木 木头烧成灰 已经燃不起一丝的那种怒火 本来被扁应该是很不平 可是他已经燃不起一丝的怒火 我心是以灰之木 那我心已经是这么样的平静了 所以我这个肉身已经非常的自在了 我的身是不细之舟 不细之舟 不细之舟 我们知道一条船 你不划的时候把它绑在岸边 对吧 然后不细之舟 我这条船没有绑的 它变成说 可以在这个湖上 在水上漂流 在河上漂流 自由自在的漂流 所以他的身是这么样的自由自在 身如不细之舟 然后呢 问如平生工业 如果有人要问我苏隆坡 我平生的工业 最高的工薰 建构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什么呢 黄州 惠州 丹州 这两句真的是太美了 为什么呢 因为黄州 惠州 丹州 刚好是他最后被贬的三个地方 他被贬到湖北 黄州 后来又被陷害 被贬到广东的惠州 后来就再被陷害 被贬到现在海南岛的这个丹州 所以黄州 惠州 丹州 是他人生的谷底 是被贬到不能再贬的时候 本来是高官 然后变成一贫如洗 一戒贫民 可是你看他晚年回顾 他说如果问我平生工业 我会回答什么呢 黄州 惠州 丹州 而其实他的工业 最工业标平的时候 是在杭州 徐州围观的时候 可是他不会提杭州 徐州 他说黄州 惠州 丹州 所以他进去是高到这样 所以就是受难处就是他的道场 受难处就是他的道场 然后最后一张投影片 定风波 就是苏东坡赠王定国的一切词 王定国是谁呢 是苏东坡的一个好朋友 然后因为苏东坡的一个案件 也是被陷害的一个案件 王定国也被贬了 本来朝廷围观也被贬 就是被放逐 被放逐到偏远地区去 然后王定国被贬了几年之后 所以我们也时间满了他要回来 他回来在路上跟苏东坡碰到了 然后苏东坡跟他的对话 跟他的那个conversation 苏东坡又写了一却词 真太美了 他说万里归来炎玉绍 他说定国啊 你万里 你从万里的岭南回来 你怎会看起来 再电动少年 你是怎么会更少年 微笑 然后我说你少年 你就笑出来 微笑 笑时又带领梅香 你的笑容 还带着领南的那个梅花的香气 那我想问一下 我给你请问一下 领南应该不是一个好地方吧 试问领南应不好 却道你却告诉我 此心安处是无香 不管到哪里 只要我的心能够定 静 安的话 这里就是我的家乡 所以不管到哪里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真我的话 我们求到了 只要我们学习 知识而后有定 定见看律德的话 这里就是我们的礼天 所以我们如果常常觉得 啊 灵性啊你很难够啊 我很多抱怨 各位先生 这个就是我们要修的时候 所以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 只好很简单的 跟大家研究到这边 整个不圆满的地方 扣求老母慈悲涉碎 各位学生多乐包涵 谢谢大家 谢谢